大家好,今天帶來荃灣京安,日本叫京安,香港叫激安 我看看這裏有甚麼賣,早前這裏的場景都排隊,今次來到沒有人 始終是剛剛開張,排隊排到果頭 今天沒甚麼人,我打算和大家進去逛逛看有甚麼賣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排隊來看東西呢,大家進去 未來過,可以進去看看,看看裡面真的有甚麼吸引 相對你,應該是一樓,這裏應該是正門,應該是上二樓 這個位置上二樓,這個正門入口,來到 好,今天又去看看有甚麼,沒甚麼人,這裏沒甚麼人 早前去日本那邊,其實他們那邊的京安都是超市 最主要是賣不同的貨品,大家都見到,今天似乎算少人 就不用怎麼排隊,給錢那裏,最主要是賣些食品 可能或者賣店應該有些化妝品,那邊應該賣化妝品的東西 看看會不會有我經常玩的東西,攝影的器材 或者相機的東西會不會有呢,在日本那邊就沒有 沒有的,但有很多小電器,有得、賣的小電器那些 香港這邊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到處走走走走走 暫時,在這個入口都見到賣這些小食的東西 番茄味出前一丁,八個八,看來又不是原裝日本來的 杯麵很多 雞大根 這些應該是什麼呢 似乎是一隻蘿蔔 正是沿著這個入口 其實這個範圍也很大 入對那邊也算多大 其實尖沙咀應該有一間的 我就未去過 我拍一下這邊給大家看 都算範圍都幾大 都很多東西買 喜歡喝日本白酒 或者是 這裡有很多這些sake 比在香港的超市買 應該是找不到這麼多類型 百多元一瓶 一辣這裏都是賣酒類的飲品 這邊就賣普通的日本酒類 你看到這裏 這瓶四百多元 七百多元 過來這邊 九百多元 寫著什麼 它全部都是寫 沒有介紹是什麼酒 看個合裝 這個 武藏 我都不知道 我都沒有喝酒 拍給大家看一下 喜歡喝酒的朋友 就可以不妨來這裏看一下 轉過來這邊 最主要是賣一些水果 這裏都有很多水果 這部分是賣蔬菜類 看看水果是否漂亮 有些日本金 日本金在日本那邊吃過很甜 這裏賣三十八元一袋 這裏大約有八個 那裏賣青苔 香印提子 你看它的價錢 因為現在都幾多人 香印269元一袋 看看富士蘋果 40元有兩個 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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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那些 漂亮很多 賣八十元 雪藏豬扒 它 四十四元 四百個gram 一袋 香港的新鮮豬很貴 又可以吃一下 凍肉 這裏也算多納豆買 對吧 二兩一家 無蟹 一百九十八元一隻 大眼雞 哇真的很大 多少錢呢 二九八 熟了那個松葉蟹腳 似乎吸引一些,鰻魚 裡面應該有5條左右,148元 OK,廣島的蠔 大約1kg,140元 跟大家看看壽司 這部分賣壽司 OK 看看這盒 這盒60元 跟外面超市賣的差不多 款式來說 平時所見到的都是一模一樣 這盒100元 都是差不多 這盒比較漂亮 250元 但會不會像日本那邊 一到下午4點多5點鐘 即下午4點多5點鐘 即下午4點多5點鐘 會減價減得很厲害 這邊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優惠 在日本吃過這些番薯 我也介紹給大家看看 在那邊吃的番薯很漂亮 這裏我就不知道它是否一模一樣 應該是這裏寫20元一條 有幾大條 先看看 暫時看不到 有人買了 一隻手掌這麼長 20元 我在那邊日本吃過很甜很香 這邊是否一樣那些 這個番薯就不知道 可以試一下 剛才我也買了一塊番薯 試一下 味道不錯 挺香甜 跟日本那邊一樣 走到這邊盡頭 已經是Food Court 有人坐在那裡吃東西 也有幾多位置 其實在那邊就是買一些 番薯那邊的部分 走進來可以買了 坐在那裡吃 走到這邊 這裏似乎有幾多壽司卷賣 但是它又沒有封住 沒有蓋住 可能是方便給你的人去夾 就是用過這些膠盒裝著 但是個個站在那裏 在那裏講話 可能有很多口水飛來都未定 我走開少少了 走開少少 這裡有個綠茶紅豆雪糕 十六個九 應該挺好吃的吧 這個成人區 日本那邊也是這樣 有一個成人區 大家來到可協不妨進去看看 繞過來這邊就是買家庭電器 看看 這個吸塵機 Panasonic 在香港一見過 他做得很幼 整支棍 嘴子很小 他預計 在洞洞洞洞洞洞 就可以吸塵 這裏 掃過去那邊都是 小家電 家電這一盤很小 很小 沒什麼賣 是 買了一些 水壺 湯頭 吸塵機 風筒 那些東西 走來電器部 終於找到一些 我平時講開相機的東西 一百三十一萬像 二百六十八塊 上面那些又貴一些 挺有趣的 換上相機 這邊收銀區都很多人做事 每一行都有八個人 都有二四六七行 五行 這邊還有一個冰機 我們在這裏買了冰鮮的東西 可以在這裏拿冰 在這裏繞了一圈 終於走了 地方都算大 都幾多品種東西賣 但是 家電那一部分真的很少 可能最主要都是 一些大型一點的 超市模式 但是它氣氛很好 它令到這裏一進來 好像真的 去了日本那邊 行百貨公司 因為它不停播這首歌 幾輕鬆一下 好了 走了 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